怎么这么晚来我这儿啊 我出现买的房 我还不能来了 我来 什么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这么着急 客户公司的审计 突然要过来检查资金情况 我这赶紧回去问问白莹莹 你问她干什么呀 那客户是他们家介绍的 只有她知道情况 我跟您走了啊 老婆 老婆 昨天是我心情不好 话说得有点重 您当然不禁小人过 行不行 那 你昨晚上去哪了 我 一直在公司通宵加班来着 公司是有什么难处吗 也不算 就是客户过来审计资金状况 而那笔资金呢 有点亏损 老婆 要不你给舅舅打个电话 问问她到底什么情况 好 喂 陈总 哎呀 收到了 谢谢您这么帮忙啊 晚上我请您吃饭啊 让丁总做陪 哎呀 那怎么行呢 丁总说也要好好感谢您 回头啊 我再担请您 你要不再给舅舅打个电话催催 我刚打完 这么催不太好吧 可是现在估计 审计人员已经到了 好吧 喂 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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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今儿先不回公司了 你跟顾总也说一声 好 就这样 怎么了 都解决了 真的 老婆 谢谢你 咱们今天晚上就别做饭了 我带你出去吃 哎呀 我这菜都已经 哎呦 没有什么淡事 我好不容易有时间多陪陪你 就这么定 丁总不过来了 好像 晚上要带丁太太去餐厅 刚才让我定位来着 哪家餐厅 好 就这些 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 嗯 最近实在太忙了 改天叫妈一起出来吃个饭吧 她一个人在老家不容易 好啊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是我想多了 盈盈姐 菲儿 呦 陈总 我说怎么不一起来呢 原来有安排啊 这位是 啊 陈总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白盈盈 也就是 丁太太 你好 你好 丁总啊 这次你要好好感谢菲儿 今天为你这事儿 跑来跑去 出了可不少力啊 哎呀 陈总 这还不是借了您的东风啊 来 我敬您一杯 陈总 何日今天这忙是您帮的 你看我才知道 来 陈总 敬您一杯 丁太太 一起来吧 不好意思 陈总 我不会喝酒 我以茶代酒吧 哎呀 陈总 我们家盈盈可是有孕在身啊 等孩子生出来满月呀 还要认您当干爹呢 好事啊 来 干一个 来 干一个 来 干杯 你好 您给我消费两千三 好的 怎么支付啊 我扫您 刷卡吧 麻烦签个字 好 谢谢 走吧 丁太太慢走 好的 好的 走吧 丁太太 老公 喝点汤星星酒 谢谢老婆 好 好 好 起来 向上脚 走 你谁呀 起来 走走走走走走 你又怎么了 我 我 走 这怎么了志远哥 刚才那人谁呀 就医神经病 这花是 当然是送给你的了 哥 你要不要去我家洗洗啊 你还嫌弃我 哪有啊 我陪你一起回去嘛 顺便有惊喜给你啊 那赶紧的吧 志远哥 你看 刚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 怎么样 喜不喜欢 你送我什么我都喜欢 喜欢就好 一会儿我还得去见陈总 你见他干嘛去啊 这不是前段时间资金问题都是他帮忙吗 咱不得回个礼啊 你是要回礼还是干别的什么呀 什么意思啊 他帮的是你又不是我 哎呀 这不是都一样吗 再说了 人家陈总啊 早就结婚了 别想那么多 我不也结婚了 你不招药吗 喂 菲儿 喂 盈盈姐 哎呀 这不是我最近搬家了吗 今天出门着急 东西忘拿了 能不能请你去帮我拿一份文件啊 好啊 那我一会儿过去 那我把那个地址和开门密码发给你 好的 好 谢谢盈盈姐 拜拜 咱俩 妈 我出去一趟 这是又要去哪儿呀 去一个朋友家 一会儿就回来 那带志鸡回来 晚上呀 给志远邓的汤补补 好的 妈 那我先走了啊 妈 四四 去死吧 咱俩 小人 宋 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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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争 在外面 穿着 � 带儿 来 致远